老师过去怎么改 现在怎么改 未来怎么改 你现在所受的是过去的因 今生解的果 这过去的因里面有两种因 一个是你上一世的父母 过去七世的父母 累积的业力 被你的第八阿雷耶识的承载 带到了今生的肉体上来受 这就叫过去因现在果 那我如果是产生了智慧的人 我可以替自己过去七世父母消业 我可以替自己的过去七辈子 来清理业障 而不必要等到它结果的时候 才去受这个苦 所以在果还未生成 只是因地的储藏的时候 我把那个因地的东西消掉 然后果就没有了 这就是我们修行佛法的人 可以通过修过去七世父母 以及七世父母的列祖列宗 来消自己业障的原因 当他们身上携带的业力 被你阿雷耶识携带之后 你通过特殊的技术方法 去消除过去七世父母的业的时候 他们在DNA中密集的 承载的黑色的因子 会变成光子 黑子是业力子 它会变成业障来障碍你 当变成光子的时候 业障不见了 变成善的东西来加持你 变成善的能量 能量来加持你 使你今生可以成佛 但你过去的因 今生受者是 过去的因哪里来的 所以刚才说你七辈子很重要 但是第八辈子就是你的今生 第八辈子的今生 你的业障从哪里承传来的 通过DNA来自你的父和母 以及父的九族和母的九族 就是今生父母的九族 然后我们大家今天经过现代科学知道 我们身上有父的DNA一半 有母的DNA一半 所以说我们身上的 我们今天成为这么大的身体 实际上你是遗传来的 你身上有一半是来自父 有一半是来自母 那么这个细胞DNA造就了我们的细胞 造就了我们的身体 所以我们今天长这个样子 我们长成这个样子 身上带着父和母的基因遗传 这个基因里面携带着大量的父亲母亲 还有他的九族 往上的九族带着因果 随着这个我们叫物质不灭能量守恒 那么全息记载在DNA中 传承到我们的肉身中来 如果我们通过关照布置 我们就可以进去自己的细胞里面 进去自己的DNA里面 释放DNA中 我们从父亲今生父母 以及父母九族携带的DNA中 释放黑色因子 把这些怨恨之气 怨恨之力化成光明 那我们的今生 所要再次受六道轮回之苦的果报 我们就消失了 因为你把阴消了 所以这就是我们修佛者 能够今生成佛的原因 也就是我们不是被动的来承受因果的 我们是要懂得关照波热 通过圆成一心 大放光明 来光照我们体内的颅脑腔 胸腔下腹腔 光照我们的五脏六腑 光照我们的里面的细胞 使细胞核里的DNA里面的黑子 能够在内光升起的时候 照耀内挺 就是在身内里面照耀 使我们的黑色叶粒子 大量的释放到我们的体外 它只要到体外去以后 受佛菩萨的光明 法界的光明照耀就可以被超度 被光化 那这样我们今生的业力 在未形成定业之前 会被大量的消逆 我们不用生病 不用经过最后死的时候 再到六道里面 去做六道众生去还债 就可以一生成佛 所以我们只有通过观照般热 才能真正进去十项般热 才能够真正的十项般热 才产生力量 才能够度一切苦恶 这就是观照法的核心